好的 主播主持人 立金日前透露有意要參選 更傳出他要參選台北市議員 希望讓台北更好 今天他也針對這件事情 做出了回應 我們先來聽一下最近的訪問 其實我倒滿懂政治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活在政治世家 我從小到大 我看著我爸爸在做 我看著我爺爺在做 所以我是真的標準的政治世家 然後如果真的我要做 我曾經 因為我是來自清水台中 其實很多的鄉親也曾經跟我說過 你要不要來 就是追隨你爸爸的腳步 我曾經有想過那麼一下下 但是我真心覺得我在演藝圈 我還沒有做到很好很好很好 我想說等我把這一塊 做得很好很好之後 有多餘的能力再去承證 可以聽到立金說 自己出身政治世家 爸爸曾經是台中的清水鎮長 爺爺也當過議員 自己對政治其實是不陌生的 年初從歐洲旅行回來之後 發現國外的市政規劃的非常完善 想讓台北更好 真的有想過要從政 不過他說要等到他演藝圈 做得很穩定的時候 有餘力了 才會全心想把自己奉獻給人民 就像柯碧一樣 希望說能幫助那種都市的開發 也說去當開發局長也行 未來不排除各種可能 不過到底會不會參選 歷經沒有把話說死 以上就是最新消息 先將時間盡頭交還棚內主播